來 現在到底決定了沒有 我相信 已經決定了 已經決定要撤 什麼時候撤 昨天發布 今天 今天臺灣時間下午5點左右 確切時間 我們不宜對外公布 因為涉取的安全問題 撤僑了 你旅遊警示為什麼還橙色 為什麼 先進國家都還是維持在橙色 不對耶 所以你現在要撤僑了 我們還要維持橙色就對了 大家去了 你現在撤 好不能撤回這一些了 然後之後再允許大家過去 然後之後再來撤 我們提醒國人 如果要做動作就要快 不要大家罵以後才來做 我們目前要飛往土耳其之後轉安曼 再進入到以色列 會這麼久的原因呢 主要是要展望整個中東局勢的最新發展 尤其是中東多國現在反以色列情緒日益增加 各國爆發示威活動 在土耳其這裡呢 包括以色列主土耳其大使 以及外交冠軍連列撤離了當地 那他們說呢 是基於安全理由 而不是政治因素 除了對以色列的不滿之外 反美情緒也持續擴大中 對於美國的情緒 包括在黎巴嫩 以及在越南這裡 很多民眾也是聚集在美國大使館外 來進行抗議 隨著中東局勢 越來越緊張 以哈衝突升溫 台灣駐以色列代表處決定派出撤僑專機 目前掌握的人數呢 是大概有149人 他們都是平安的 而且呢 他們將會搭乘這個專機來飛往到羅馬的機場 今天台灣時間下午5點左右 確切時間我們不宜對外公布 因為涉及到安全問題 今天下午台北時間5點左右 根據外交部表示 如果機上還有空位的話 基於人道和互助考量 會提供給友台國家的使館人員和僑民搭乘 而TPBS採訪團隊也會持續為觀眾 帶來以色列哈馬斯衝突的最新發展